远路明知红石这是假话 听他说的冠冕堂皇 倒不好再问了 正要岔开话题 大教已经是稳稳落去 一个太监挑着公崖嗓说 三爷府到了 请二位主子驾 当下二人便不再说话 想跟着下轿进府 红石带着他们一边向书房里走 一边吩咐 今两碗参汤要热热的 一个家人答应着 又攻身禀道 贝勒爷 遗亲王府的二爷钱明氏他们来了 这回子还见不见呢 红石似乎争了一下 转脸看了看陨路 十六叔 咱们不如见见 打发他们去了 我们再讲 陨路想了想 红石是做道皇子 一般政务 不经请示雍正就有权处置 又奉旨和自己谈话 这种小事不易推辞 便点了点头 和红石一道 学到正房册的小书房里 二人进来 果然 见遗亲王允祥的二世子 坐在书案前翻着一本册页做的 旁边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头子 一脸余笑 陪着说话 陨路认出是汉林苑试读 前明氏 还有两个中年人 个头模样都相似 都穿着万字印花 宝蓝色 凝稠小羊皮袍 外头套着黑烤丑马褂 一般模样 留着浓密的八字须 却是神色黄黄 两手伏膝 半个屁股斜牵着 坐在红小对面 见陨路红石进来 四个人忙都起身行下礼去 说道 给二位主子爷请安 罢了吧 红石潇洒的一摆手 让陨路坐了 又对红小说 咱们自己兄弟 抬头撕剑的 往后啊 你见我不要跪 给十六叔请安就是了 红小忙躬身 答应一声是 又笑着对陨路说 十六叔 我给您老介绍一下 这是康熙四十二年 叹花 前明氏 这两位是双生兄弟 同科登地的 一个叫陈邦彦 自所见 这位叫陈邦直 自所闻 红小 今年刚满二十岁 长虎脸 白净面皮 尖尖的脑袋罐 却有一头好发 总成又粗又长的辫子 烧头还打了个 红龙蝴蝶结 荡荡荡 垂在脑后 说起话来 又快又辩解 看去十分干练 他原是和老郡王西夏的第七个儿子 允祥 未娶福尽 雍正做主 过继给了遗亲王 后来允祥得罪 康熙 康熙又命他 归宗原家 急到允祥 拖了陵羽 圈禁中 却和两个侍妾 有了两个亲生儿子 他虽回到 遗王府 雍正 却只给了他一个 二等伯爵的位子 等于 闲散宗室 要论起心境 和三倍的红十 却是一拍即合 因此 这府里走动的琴 红十 进畅春园 帮着保亲王 红帝 办理政务 说合着 瞧允祥的面子 名义上 给了个内务府帮办 到卓石 和红十 亲近起来 这是钱话 也不及细数 当下做了宪查 红十便说 红小啊 我忙死了 你们还要给我添乱 什么事 消停点 明天再说 就烧焦了洗脸水了 三倍了 哥们上跑马的人 这点子事 大约还料理得开 红小双手捧碗 笑嘻嘻的 他们这几个人呢 心里熬煎的 油锅似的 老钱 我们平日交情分散 我不忍得 失手不管 猜您呢 是芥菜子 在他们 那就重于泰山 您说是吧 红十见允鹿一脸茫然 便说 还是为年羹摇赠师 那件事啊 今天皇上批了下来 你们安不住心 也是自然的 他这一提醒 允鹿立石便记起来了 燕断年羹摇大狱 刺年羹摇自尽 接着又清查出 汪景祺受年羹摇指示 和蔡淮席等人密谋 营救囚困在尊化的 十四阿个允提的大案 两岸并为谋逆大案 株连极广 从西宁军中 又查到了 钱明氏和二臣 写赠年羹摇的诗 陈邦艳陈邦直 都用所见所闻字号 是贺年羹摇的诗 除了年羹摇 也还称颂于 帝德如天背话歪 摇天顺地风鸣将 那钱明氏却与众不同 黄恩帝宠一概不提 大肆吹嘘年羹摇 分闪惊奇周如伯 从天古酒 汉将军 又是什么 终顶明乐山河市 翻葬 一看第二杯 既吹年羹摇 又捧允提屏葬之功 被力行二部 专管魔刊的几个魔王 查明奏上 雍正一来身子不爽 又只听了许多闲话 无处发泄之时 批了 卑鄙无耻 书堪痛恨 八字考语 脚步一处 听红石说 不闻欲批 允路便说 啊 先批到我那里 我一时顾不上 请他们转到军机处 去请恒陈相公 照发回部 里头说的什么 我还不知道 三个人听说 雍正对自己 欲批处分已经下拿 顿时脸色苍白 张黄的护望了一眼 都站起身来 把目光转向了红石 红石见钱明氏紧张的 夹上鹅脚鸡肉抽搐 陈氏兄弟 两膝也在微微的颤抖 他却不急的说 掉胃口似的叹了一口气 三个人吓得 心里咯噔一下 啊 这事 原来不是我的手里 老四 梅出京 主持运松轩政务 皇上 召见过他几次 老四回来跟我说 你们的不意 都按从意 按大清律 谋逆不分手从 一律是 凌迟的罪名 他晕了一下嘴唇 一脸悲偏 敏人的神情 见三个人 已经面如死灰了 满足的 对搓了一下手掌 红历也觉得太重 说几个读书人 有没有谋反的实际 干嘛下这么拉手啊 也没有情旨 就博了不意 叫他们重意 后来又议成 斩力绝 宝亲王 还是觉得重 改了脚力绝 送成竹子 红历又跟皇上说 日下经师 谣言浊话多 不如从轻发落 堵一堵 那起子小人的嘴 听说十六叔和张廷玉 他们都在场 远路听了 点了点头 那天没有决意 皇上说 谣言说我刻薄 我才不在乎呢 要赌谣言呢 只有杀 杀掉这些 无父无君之徒 谣言不公自灭 当时我和横尘都劝 皇上脸色 才好看了些 说 且再等等看吧 红石 接着 对前明氏说 他们二位 和你是有分计的 你写给年某的诗 一句称颂圣德的话 都没有 纯粹是拍马屁 他犯谋逆罪 你不卷都一处才怪呢 不要吓成这个熊样子 告诉你吧 你们三个都保住命了 搁职还乡 永不续用 怎么样 还满意吧 三个人提的老高的心 顿时落下了 脸上颜色也回了过来 前明氏当头 二臣随后 一聊跑脚 崩脚在地 连连磕头 口中难难的说 皇恩厚荡 皇恩厚荡 谢皇上再生之德 谢诸位王爷 贝勒爷 超声斡旋 红十把秀礼一份 诸批过的奏义折子 递给红小 笑着对三个人说 死罪虽免 有些活罪 也甚是难熬啊 这是诸批 你看看 你们起来吧 红小接过那份折子 看 前头 扬扬 数千言 都是刑部 挤搏挤付 议论 验断的过程 后边留的净空里 一笔 写红的 朱砂草书 触目惊心 不义 逆罪 不大 若依从逆之罪 钱明氏 岂得 仅以 角力绝 草草 处之 钱明氏 使文人 败类之游 名叫 罪人之首也 朕在 帆底 其 劣迹 即 稍有 文之 前奉 大型 皇帝 御批 钱明氏 于 修钻 明史 将万思同 数篇 撰稿 让为 己有 为高氏 其所掘 天然 无耻 毫不在意 拙将 两极 逐回 原班 此 圣祖 已早查 此人 奸佞之 心意 朕 素 以为 不过文人 无形 偶有 贪念 而已 乃以 汉林 轻旺之官 致 君父 于 莫如 凤 迎 跋扈 监物 之 边 将 朕 实不知 其 所读 何书 所养 何性 使 明教 之 罪人 文士 之 匪类 也 何 足以 乌 朕 之 刀斧 符 笔 即 以 文词 谄 媚 监 物 为明教 所不容 朕即 以文词 为国法 策以 明教 罪人 四字 匾额 是 人臣 之 窘境 智若 臣帮宴 臣帮 职 匪生 之 全 而 革职 回击 可也 钦 辞 红 小看 苦笑着 把折本 递给了 钱明氏 说道 亮宫 你看 他的字 也叫亮宫 和年庚瑶 的字 是一样的 年庚瑶 叫年亮宫 他叫钱亮宫 亮宫 姓名是留下了 似乎 还可做个 富家翁 只这 明教 罪人 四字 匾额 太重了 是可杀 而不可辱 皇上 真恨你到极处了 你可要 知诚的气啊 众人听说 钱明氏 性命无欲 原是松了一口气 见这道道指 连允路 也是一愣 钱明氏 堂堂江南 财子 五尽书 相世家 两榜 尽是 标明天下的 叹花郎啊 要在自己 祖宅门前 高高的 悬起 写着 明教 罪人的匾额 这不但 祖宗 辱墨 本人 无脸 做人 而且子子 孙孙 都抬不起 头来 受这样的 奇耻大辱 钱明氏 真不如 干干脆脆 在西市上 吃一刀 红的痛快 为这份 赵旨 传到 允四手中时 边沿 已经被 个人的 冷汗 尽的 湿漉漉的了 允路看着 萎缩成 一团的 钱明氏 魂不知 痛痒的 木坐在旁边 心里突然 一阵难过 他的脸色 也变得苍白了 口吃的 寻不出 个话来安慰 半赏才说 你不要急 不要乱走 门路说话 皇上如今 身子不好 脾性正糟 又加上听人 说自己闲话 郁闷恼怒 就有千言万语 先承受下来 我们从容解说 就是了 多谢 十六爷 后一 钱明氏 吃力的说着 他抬起头 脸色苍白的 像月光下的窗纸 头轻轻的 神经质的摆动的 嗓音变得暗哑 而又着重 明氏 却是明交罪人 二十年前 近世换害臣服 与君父 无所报答 与生民 无所比异 与木文章 残喘力图 盈盈狗狗 龌龊度日 神不妥当征绳索 行为吕圣人 得意之道 说个名叫罪人 其实不冤我 至于 是说在口里 写在纸上 还是张在门额上 以求是二字论之 并没有多大区别 他这时候两眼泪水 突然夺旷而出 至于儿孙 我算对不起他们 我前门五世 七尽时啊 为五尽望足 今百年 负极而拨 也是自然之礼 天性孙子辈中 又能名尺分歧的 重启草地 再造家门 我今日 虽蒙狗而死 也不冤了 说吧 再养止不住了 放声大哭 众人被他苍老 凄厉的嚎啕声 禁住了 木丢泥醋般的 呆坐着不言语 许久 红十才从 中正中清醒过 他掏出手绢 试着眼角 蹦出的泪花 对红小说 你们劝慰一下 约十这个时候啊 要防祸从口出啊 我看圣上 只是恨他挡赴年羹鸟 这样处之 再没有更无故家罪的 红十夺着 夺到了前明氏跟前 无限感慨地 叹息了一声 哭吧 畅畅地哭一场 心里会好收起 保重些身子 记住 能喜剧这种耻辱的 只有一样东西 那就是时间 你敬拜其智 启心敌过 还有见天日一天的 十六叔啊 我们那边书房谈去 他惨白的面孔 向陨路让了一下 陨路和红石 像逃路似的 匆匆地离开了这间 满是幽怨 啼哭之声的书房 二人到了西书房 一碗滚热的 参汤喝下 红石的精神 渐渐地复原了 看着慢慢 多着参汤的陨路 红石皱眉说道 十六叔啊 前明氏这个处置 你觉得怎么样啊 陨路也已经 真惊下来 这个姓钱的 平日所为 不算个学正品端之事 平良心说 当日在年庚摇七眼之下 我们哪个没有打过 他的顺风棋呀 就是写诗称颂 顶多也就是个文人无形 得这样的处分 太重了 我一个人说情 恐怕不成 明儿渐渐允祥 一同在皇上跟前 抱一抱 也只走着瞧罢了 红石惨然一笑 十六叔啊 你忒老实的了 皇上要下手整八叔 你真的看不出来吗 这 前明氏真正得罪 原因不在那两手破诗 红石微笑着 从书案上抽出一张 刑部供单用的折叶纸 抖开了递给允路 允路接拐 见识汪景祺的口供 康熙六十一年冬 我自军中去江南武进 欲钱明氏年凶 那年江南气暖 我们闲话 钱说 前日风雷撤电 为冬月江南一大奇观 接着就传来 圣祖崩家黄四子 印真即位的消息 也是一大奇 我说 这是灾疫之兆 反常为妖 冬月雷电不已时 绝不是国家祥瑞 钱年兄 何首称事 红石在旁指点 说这个话在场的 还有尹继善的两个门人 李卫府的师爷都出了证 钱头经师谣言说 雍正得位不正 见这口供反复查了 钱明氏并没有传言 风雷撤电这些浪事 不然他真的要豁灭九族呢 我想钱明氏到底不是个正直人 又有这口供 怕十六叔您动了侧隐之心 贸然在皇上跟前说情 白讨没趣 何苦呢 允禄手中纸片 滑落了出去 雍正口说 罪不喜人报祥瑞 其实他心里罪判祥瑞 什么庆云 瑞芝 家和报来 寿与不寿 脸上欢喜之容就带出来 这是尽人皆知的事 这个钱明氏竟把雍正登吉 和风雷烈殿 灾意降临连到一处 犯这样的大忌 就是宽人大度的康熙也容不得呀 何况鸡蛋里还挑骨头的雍正呢 半场陨路探讨 哎 钱明氏到底是个才子啊 我很惜他 要是这么红一个探团 我也接不住啊 皇上命你找我谈 到底什么事啊 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怎么在这棵子啊 你怎么在那里